假肉毒杆菌、玻尿酸流窜市面 三招教你便是真伪 今年来医学美容正夯 根据统计有近六成去医美的民众 选择施打肉毒杆菌或玻尿酸 但高达7成5的消费者 不知如何分辨医美药品的真伪 甚至半数的人不会要求医师出示实际产品 日前食药署就曾查获不效业者 利用国际快递包裹寄送假肉毒杆菌 医师说施打尾药不但无法达到医美效果 打完后还可能出现红肿 发炎甚至皮肤溃烂等副作用 这个尾药通常它制作的过程 中间都会有一些瑕疵或是一些不纯品 有可能到半年甚至一年的时候都还不会消退 如果爱美又不想受骗 首先去医美诊所咨询时 就应请医师拿出准备施打的产品 检查外包装上是否有完整中文标示的许可证字号 其次在施打前 要检查包装上的药物检查证是否完整 请医师当场开封 仔细确认瓶身封口处基础环的完整性 瓶身与外包装的批号 制造保存期限也应相同 用的产品它的外盒 它的那个名称 它的那个标签 它的是不是密封度那些都要去查 那查看你不一定认得 你可以上食药署的网站去查 或者是用各个厂商上面有些方式去查 第三招是打完后 可以向医师索取外包装与瓶子 保留作为证明 另外施打前可以先拍照 再比较术后效果 如有纠纷也可作为证据 做好以上几点 才不会还没变美就先变冤大头哦 中新闻台北报导